嘿,大家好,欢迎回到Axton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 用起来困难重重 但坚持下去却回报丰厚的笔记法 卡片盒笔记法 掌握这个笔记方法 我们就可以开始为10年、20年以后的自己积累知识片段 视频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痛点 第二,方法 第三,原理 第四,APP的实践 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描述栏的时间轴选择性的观看 我们先来简单列举一下 记笔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您也有或多或少的类似的问题的话 那么看完本视频后一定会大有收获 首先,笔记没有为写作奠定基础 回想一下无论是大学里写论文 还是工作中写文档等等 是不是感觉痛苦万分 因为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选定课题之后 制定一个写作计划 然后头脑风暴 或者开始上网找资料 平时摘录的上千条笔记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甚至干脆都不记得曾经做过哪些相关的笔记了 还不如上网搜索来的简单痛快 之后开始像挤牙膏一样一句一句的挤文档 其次呢,笔记做完之后不再去看了 这或者是因为笔记记得太详细了 简直跟抄书一样 看笔记还不如去看原版书呢 又或者是因为笔记记得太散乱 要点不清 时间一长 根本都不记得自己在写什么了 最后找不到笔记在哪里 要想笔记有用 首先得记得我们有笔记才行 如果只是在书上高亮 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还记得曾经高亮过哪些书吗 回顾自己的阅读习惯 很多时候做笔记 其实就是在感兴趣的语句下面写写画画 而这些批注大部分都不会再瞅一眼了 当我们开始记笔记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它们用在哪里 因此需要有一种方法 记住它们在哪里 以及如何找到它们 而这种方法 就是来自于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 尼克拉斯·卢曼的卡片盒笔记法 原名称是德语 Set Custom 英文 Sleep Box 中文叫卡片盒 卢曼借助于他独特的卡片盒笔记法 撰写了70多本书 发表了近400篇学术文章 之后 阿伦斯把对这套卡片盒笔记系统的研究成果 写成了一本书 书名很长 叫做如何聪明地记笔记 献给学生、学者和非小说类作家 用于提高写作、学习和思考能力的一套简单技巧 书中将笔记分为了四种类型 临时笔记 Fleeting是短暂的飞逝的意思 恰好准确地定义了这种笔记的特性 这类笔记保存于我们的收件箱 可以记录任何想到的事情 各种灵光一现的想法 是所有笔记的起点 短暂的意思 就是在这里存放的笔记是临时的 必须定时整理到下一个卡片盒当中去 定时整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对收件箱的定义就是 一个必须每天清空的地方 如果不去及时整理 那么很容易就积累起来 成为一大堆笔记之后 我们就没有那个心气再去整理 第二种文献笔记 这是阅读一本书 一篇论文等记录下来的笔记 那记录这类笔记呢 需要遵循两个要点 第一笔记要保持简洁 需要做笔记的内容 则要精心选择 不要做那种好像要把整本书 都抄下来一样的笔记 择其精钥而不是遍地开花 更重要的是 要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转述 第二呢 将这些笔记和参考的文献 保存在同一个地方 比如放在你的文献管理系统里面 第三种永久笔记 这里的笔记是对临时笔记和文献笔记 定时整理之后的笔记 存放在卡片盒里 这种笔记是卡片盒笔记系统的核心笔记 同样需要遵循以下的要点 第一梳理临时笔记和文献笔记 并且思考它们和你自己的研究方向 或者兴趣有哪些关联 用自己的语言去进行加工 提炼或者扩充 每个笔记记录一个要点 梳理完成之后 临时笔记就可以丢弃掉 第二所有的永久笔记 按照同一套规则 存放在同一个地方 规则包括命名规则 链接规则 命名规则表示每一条笔记 在卡片盒中的位置或者说排列方式 从而形成了一个竖状的结构 而链接规则 用于将某一条笔记 与所有相关的笔记关联起来 从而能形成一个网状的结构 最终 你的卡片盒 就是你所有知识点所汇集成的一张网 第三 当新建立一个笔记时 需要在已有的笔记中去寻找 是否可以与新笔记建立起联系 如果有相关的笔记 就可以放在相关笔记的后面 如果是一个全新的笔记 就可以放在卡片盒的最后 最后 为便于寻找到某条笔记 需要创建一个索引表 将该笔记链接到索引表 或者在索引表中 创建某个主题的一个入口笔记 再将该笔记链接到入口笔记 第四种类型就是项目笔记 项目笔记只和一个特定的项目有关 它们保存在以项目命名的文件夹中 当项目完成以后 这个项目的相关笔记就可以删除或者存档 以上就是卡片笔记法的四种笔记类型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但是它的思想却体现了我们大脑学习和记忆的奥妙 它的核心要点有三个 第一笔记之间建立连接 通过笔记的连接 我们可以知道这条笔记引用了哪些笔记 通过笔记的反向链接 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笔记引用了这条笔记 从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知识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这和我们的大脑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 所以斯蒂文平克说过 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的思考 用竖状的语法结构转换成线性的字笔串 第二要使用自己的话去重述 而不是直接抄写 这是最困难的部分 但也恰恰是重点所在 因为重述会帮助我们组织和消化信息 从而将信息转化为我们内嵌的知识 正是因为重述 做起来要比直接抄写 宅路更困难 它才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这体现了一个叫做必要难度的理论 必要难度最早是由心理学家 罗伯特·比约克推出的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 你如果记忆的过程越容易 那么你忘的就越快 反之如果记起来很辛苦 那么也不会轻易忘掉 所以说在课堂上 边听老师讲边记笔记 并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 因为它太容易了 老师刚讲完还热乎着呢 顺手记下来 并不需要费太大的精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看书时做各种的花式高亮标记 把一段话高亮之后 你的大脑会以为记住了这段话 其实这些都只是给人一种 自己正在学习的幻想而已 很快就会都忘掉 相反 课后梳理的时候 依靠回忆 再做学习笔记会更好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在另外一种 更流行的笔记方法 康奈尔笔记法当中 课后的summary那部分 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 不分类 只使用标签 所有的笔记都存放在一个卡片盒中 不通过文件夹来进行分类管理 因为分类代表着预先确定笔记结构 而且笔记不可以从属于多个类别 这都会损失笔记的灵活性 同时固化的结构 会难以产生跨学科的灵感 因为它会将我们约束在狭隘的直线思维当中 作者使用了集装箱来类比卡片盒笔记 许多人使用便捷的方式来记录笔记 如果他们读了一个有趣的句子 那么就得向下画线 如果要发表评论呢 就把它写到空白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想法 就把它们写到笔记本上 如果一篇文章似乎很重要 他们就会努力地撰写载录 这会导致在很多地方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笔记 就像很多的货物散落在各处一样 而写文章就像是要把符合 某种特定需求的所有的相关货物 运输到某个指定地点一样 在散乱的货物中分解 整理装车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而卡片笔记法呢 它相当于把货物集中在一个地方 并持续对这些货物进行整理 不断地打包到一个一个集装箱里面 当需要写文章的时候 只需要选择合适的集装箱运输即可 这样标准化的集装箱作业 极大的提高了货物运输的效率 即便是要做一定的调整 也不会打动干戈 这样一来呢 就把写作的过程 从一个字顶向下的过程 变成了一个搭积木的过程 随着我们的积累越来越多 积木也会越来越多 能搭出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越复杂 写作也就不再是一个痛苦的 从零开始的历程了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的作家 拿破科夫说他写作的时候 并不从开头写起 一张接一张地写到结尾 我只是对画面上的空白进行填充 完成我脑海中相当清晰的拼图玩具 这取出一块那取出一块 拼出一角天空 再拼出山水景物 这部分向大家演示一下 三个软件对卡片和笔记法当中的链接的支持程度 毕竟链接是卡片和笔记法的核心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DenwareThink DenwareThink它支持两种方式的链接 一种叫做ItemLink 一种是自动的WikiLin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ItemLink 在这里是一个新建的Markdown格式的一笔记本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条到下一个笔记 尼克拉斯·卢曼的链接 那么创建ItemLink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从编辑菜单里头选择插入 然后最后一项AtomLink 在这个弹出窗口里头 我们就可以找到尼克拉斯·卢曼这条笔记 双击它 这样它就会插入一个AtomLink 到我当前的笔记本来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不通过菜单 首先我找到这条笔记 尼克拉斯·卢曼 然后右键点击它 选择CopyAtomLink 之后我在我的Markdown的笔记里头 直接手写 然后粘贴这个链接 这两个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它都链接到了下面 尼克拉斯·卢曼的这个笔记本 尼克拉斯·卢曼 那DownSync还有一种功能 就是自动的VK链接 就是说我在记笔记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通过这种特定的 拷贝AtomLink的方式去建立链接 通过配置自动的VKLink 它就可以帮我自动建立一些链接 首先我们来看配置里面 关于VKLink的配置 如果要使用VKLink的 我们首先要在这构写上自动 那我一般习惯于选择第二项 就是打了双框号之后 再启动它的这个匹配功能 VKLink它是通过名称或者别名去匹配的 比如说这时候我要通过自动VKLink的方式 来建立到尼克拉斯卢曼的这个笔记链接 那么首先我就打两个中括号 然后开始输入这个尼克拉斯卢曼这个笔记的名称 这时候它就会在这个弹出的列表里头 自动匹配你所输入的字符 这样就可以创建出一个VKLink了 那么它的缺点是目前DenvoThink的自动VKLink 对中文支持不好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条到我的笔记的问题 这个笔记的链接 这时候我是实际上是无法输入中文的 只要我输入一个字母之后 它很快就会把我的中文的输入框给我取消掉 导致我中文根本输入不了 这个是目前DenvoThink的一个bug 要规避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先拷贝这个笔记的名称 然后再粘贴到这里来 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VKLink 以上就是DenvoThink对卡片和笔记法当中链接的支持 通过这两种方式的链接 我们就可以把我当前的这个笔记本 连接到其他的笔记本去 引用其他笔记本的内容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不支持反向链接 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功能让我知道 都有哪些其他的笔记 引用了我当前的这个笔记 当然这个功能可以通过脚本来做到 但是那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看两个为卡片和笔记法而生的笔记软件 这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软件 在推特上也很热门 但是昨天推出的价格确实是让人惊掉下了 一个月15美元 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是很贵的一个价格 不过它提供14天的试用 大家有兴趣可以尝尝鲜 它对卡片和笔记法的支持呢 首先一个就是链接的支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笔记里边带有双中括号的 这种蓝色文字的就是链接 这个链接就是引用了其他的笔记本 比如下面这个必要难度 它就引用了必要难度的这条笔记 另外它的好处是 它是支持反向链接的 比如在我们这个必要难度这条笔记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面两条笔记 卡片和笔记法和卡片笔记 这两条笔记都引用了 必要难度这个笔记 这就是反向链接 我可以知道都有哪些笔记 引用了我当前的这条笔记 同时它的笔记之间的链接 还可以通过一个图形来表示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 这就是笔记之间的关系图 这可以很直观的 让我们了解我们整个笔记的 这么一个网络体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完全免费 并且离线使用的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 DenvoSync里头创建的笔记 它的链接的格式也是一样的 是通过双中括号 来建立笔记之间的链接 我们刚好可以通过这个来看一下 DenvoSync当中 Atom Link和WikiLink的区别 前面两个是DenvoSync的Atom Link 大家看点击之后 它是实际上打开了DenvoSync 显示了DenvoSync当中的这条笔记 后面两条是笔记链接 点击之后 它是在当前的这个界面 在Obsidian里头显示 Nikolas鲁曼的这条笔记 然后在窗口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Backlink的图标 点击它就会显示出 这个笔记的反向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当前笔记是Nikolas鲁曼 那么有哪些笔记连接到它呢 一个是我的笔记问题 一个是我们新建的 那个New Markdown的笔记 这两个笔记都链接到了 刚才的Nikolas鲁曼 同时它也有图形的支持 打开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当前目录下 所有笔记之间的一个关系图 它跟ROM Research的一个区别 就是ROM Research 它是本质上是个列表软件 它是一条某位单位 而Upsiding这个软件呢 它是以文件来管理笔记的 每一条笔记是一个Markdown文件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笔记软件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实行 卡片和笔记法 因为重要的不是工具 而是方法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的内容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谢谢你们观看 那么下次再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